大家好 升旗易得渡 今天是2023年6月6日 今天是星期二 來到星期二的晚上 香港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 揭露國情 我們一連兩節跟大家繼續說國情新聞 中國大陸的情況 不用多說 我們認為是隔離國家 隔離國家的人 雖然是隔離國家 不代表不關我們事 尤其是爭取民主自由的人 還有一種情況 也關我們事 說是隔離國家 但是如果這個政權 出現內鬥 出現內亂 自相殘殺 有權力者 權鬥 跟著出事 全部我們都會離回 其實很簡單 現在控制了香港 在香港 進行迫害的 正正是中國共產黨這個政權 香港正正 港共政權是他的爪牙 所以 怎麼能夠說不關我們事 確實在你眼前 所以不能夠否定的 就是 中國內地 跟香港之間的互動關係 世界跟香港的互動更加不用說 歐洲做一個動作 英國做一個動作 美國做一個動作 每一件事都關我們事 甚至乎是台灣 都關我們事 世界就是這樣捆綁在一起 烏克蘭也是一樣 大家都很關心烏克蘭的情況 是因為大家有共同的價值觀 不是因為我們的膚色 不是因為我們的言語 是一樣 而是大家擁護著同一套基本價值 而這個世界又有一群惡棍 專系 跟你作對 所以這群人 是一定要對付 這群惡棍 亦都在香港 是肆虐 這節就要說 還有中國大陸的黨媒 叫做CCTV 叫做央視 央視最近發生的大地震 那就跟 這個 前 中共公安部部長 副部長孫力軍 有關係 一說起孫力軍 其實又跟 香港 現在控制了港共政府 裡面的一群軍頭 有關係 包括 現在的保安局局長 鄧炳強 所以 都很難 多難論證中國大陸的事跟我們無關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請大家繼續運用 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記得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敬請大家 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安裝了Pine Network的朋友 也請 記得繼續按閃電鍵 這個就是要揭露央視發生大地震 有得做主播的原因 和高官和權貴有關 肯定是事實來的 根本就沒有原念 絕對不是因為你 純粹叫做樣貌出眾 或者是叫做 有甚麼才能 在中國大陸 這個叫做 逆逃泰 我們香港通常叫逆向逃泰 多了一些字眼 中國大陸的用語 我們很多時候都明白解釋甚麼 甚至乎會引用 所以中港兩個地方 是繼續是一個很微妙的 互動狀態 例如這個叫做躺平 如果你說我是香港人 我不說國內用語 其實躺平 香港是個個都說的 已經變成了普通的用語 還有一個叫做內卷 又或者有些字眼 大家看國情新聞看得多 都變成了常用的 例如這個叫做中箭下馬 因為 在國內就是經常 叫 央視忽然之間就發生了這個 大地震 做主播做得你那麼開心 這個叫做 歐陽下單 歐陽下單忽然之間 就是在央視裏面 就是在名單上遭到剔除 這個叫做歐陽下單 跟這個 就是公安部前副部長 孫力軍 關係 非常之曖昧 內地也有很多人問 歐陽下單現在去了哪裡 事發就是昨天 6月5日開始 忽然之間 發現在央視裏面 歐陽下單 就是忽然之間 消失 他跟 另一個人 叫做海霞 顧國嶺 徐卓陽 就是忽然之間在這個名單上 忽然之間消失了 他們全部都是知名的主播 但是忽然之間 好像是整個集團 好像這個 中國內地所說的 團團火火 好像是整個集團 被人起了出來 然後 連根拔起 是一樣 內地也一直盛傳歐陽下單 跟這個 孫力軍 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現在更加是從名單裏面 就是剔除了 在孫力軍中戰下馬的時候 歐陽下單在2020年4月 就已經在央視的節目裏面 消失 但是名單還在上面 還在名單上 但是到了近日 忽然之間央視連相關名單 主持人的名字 都需要剔除 而孫力軍 就是在2020年4月的時候落馬 當時傳出 一大班孫力軍的黨羽以及相關人士 被帶走 被調查 當時日本的媒體也有報導 日本的 產經新聞 引述消息人士說法 中共當時正在調查 歐陽下單 和孫力軍 之間的所謂 交友關係 一男一女 在中共 裏面 除了有男女關係 還有甚麼其他關係 中國大陸的官場 就是出名 是 極其淫亂 反觀 就是全世界 好像中共那樣 那麼淫亂的政權 也挺少有 其他的獨裁政體 不是說他完全沒有 但是跟中共那麼標榜 差不多 是叫做周圍歐三踏四 真的只有中共搞到這樣 所以有時候很好笑的 中國大陸的官場 三妻四妾 男女關係亂搞一通 居然香港那群支持北京的藍絲 有一部分就 化身成為 想做道德判官 當然這群人 本身 都是充滿問題 一群人渣惡君 道德倫理敗壞 跟你說他是道德 的批判人 你說多好笑 還有 香港經常是反同的 有一群人 經常說要一夫一妻 他們說的話 簡直是針對著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二拉三拉 小三 關係亂搞 再荒誕一點的事情 都有發生 而且還要天天發生 還要全部是高官權貴 所以你香港 出來說要守護道德 盜你的命 梁美芬和何君堯 兩個人渣垃圾 這個 歐陽下單 就不用說了 肯定跟孫力軍 是有一隊 歐陽下單今年就是45歲 03年 進入央視財經頻道 在央視會做到主播的人 絕大多數就是有背景 女士不用說了 在中共官場 能夠上位的人 一定 是不停跟人上床的人 現在 就是孫力軍的人馬 繼續被清算 所以中共 也本身很好笑 一個叫做寡頭獨裁 集團 整班人 就是利益共同體 現在最精彩的部分是甚麼呢 就是原本在作惡的這個利益共同體 現在被 習近平一個人 徹底吞併 以往在中共 拿著權力做幫兇的人 其實現在 是全部被擠出權力核心外面 甚至乎 是成為街下籌 只是在香港也知道 香港 你看到 先不說反對派了 你看到以往那些所謂建制派 其實 很多在香港 以為自己很有江湖地位的人 現在全部都變成是棄樽 也包括 是叫做梁振英 梁振英 是無論 如何 想要進入 權力裏面 仍然是失敗 所以各位 給點信心 這班乾爹 其實到最後 現在正在當政 就算好像林鄭月娥也是 一定是變隱蔽 到時就是時候 我們回去找他們 我們這一節 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說到這裏 我們明天再見